一男一女喝醉了 在小吃店門口大打出手 男子一個巴掌揮過去 兩人用力推打 最後女生重心不穩 整個人摔在地上 對方也不管 搖搖晃晃騎著腳踏車離開 店家報警協助叫救護車 61歲女子喝得醉醺醺 表情痛苦 四肢頭部擦傷被送醫治療 兩個人是老朋友了 經常到台中東區 這間小吃店喝酒聊天 但3號傍晚5點多 疑似因為要不要送到同阿抱 把口角衝突 不止山巴掌 還把人推倒在地 我們現場檢視 女子的傷勢並不明顯 但是因為她堅持就醫 我們這個部分也會 在我女的筆錄製作完之後 依她所提出的相關罪嫌 來依法就判 急飛黃湯下肚就可以六親不認 店家幫忙勸嫁也沒用 現在事情鬧上警局 挨打的女子揚言提告 但男子趁亂逃跑還沒到岸說明 有一個小船徹底破裂 記者中二的雲杰台中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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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